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灣名人堂 台灣名人堂要告訴您 有故事的人 有意義的事 大學學測放榜 小西瓜再度成為新聞話題人物 因為當年 他在百萬小學堂錄影的時候 表現非常優秀 所以大家對他印象很深刻 而最近呢 學測放榜之後 他考了74級分 也考上了自己的第一志願 所以我們也很好奇了 當時跟他一起參加 百萬小學堂錄影的 其他聰明又厲害的小朋友們 他們現在長大之後 是什麼模樣 而且近況又是如何呢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 把他們邀請到了 台式的攝影棚現場 這裡他們應該是非常的熟悉 因為在當年呢 可是每個禮拜天 都到這邊來錄影 所以我們就要趕快來 請他們來分享 那些年在百萬小學堂的 美好時光 還有這些年 他們的改變 我們首先要來歡迎的是 小西瓜 大家好 我是小西瓜 大家好久不見了 今天很高興可以有機會 來到台灣名人堂的現場 與大家相見 我們歡迎小西瓜 我們繼續要歡迎的是 威力 陳思瑋 大家好 我是威力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 台灣名人堂 大家不要看到我就轉台 也不要只看小西瓜後面 我準備非常精采的表演喔 好的 我們謝謝威力 我們絕對不會轉台的 我們繼續要歡迎葉子 李燕 大家好 我是葉子 現在正在就讀台大戲劇戲 看他們就好 不用看我沒關係 好久不見 歡迎 不會啦 觀眾其實都要看你們三個人 因為真的好久不見了 我們現在呢 其實今天到現場來 會不會覺得非常熟悉 尤其回到台式 有 就是有一種回娘家的感覺 今天搭公車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覺得說 這裡很熟悉的感覺 因為以前每個禮拜都過來 就會覺得說這些路線 其實都還記得很清楚的感覺 所以中間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來過 對 那威力咧 我今天吸到這個攝影棚的空氣 整個人感覺都不一樣 覺得喜歡在美光下的感覺 其實我想先跟小西瓜聊一聊 因為大家最近呢 其實會談到百萬小學堂 就是因為你今年正好是 高三的應屆畢業 要從延平中學畢業了 那現在呢 也確定你是考上了長跟中醫 所以其實當初你會決定要 選系不選校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會認為就是 我大學選了什麼科系 可能是我未來一輩子的大致走向 所以我希望可以選一個 除了是我能力可以到之外 最好還是我有興趣的 這樣萬一以後就是在科業 或者是工作上 遇到什麼困難的話 自己也會因為 有對這份工作的熱愛 所以會很努力的去想方設法 克服困難 可是當初為什麼會決定想要唸中醫呢 其實我覺得 我不是很清楚到底什麼緣由開始的 但是我覺得追溯以前的話 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就看 金庸的無瑕小說 對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武林高手 什麼點穴 潤穴 認得很準 然後還有那些廟所回春 要到病除的神醫 所以可能是那個時候就開始 對中醫慢慢有興趣 對 然後後來又看了一些就是連續劇 也是關於中醫的 再後來就是 因為自己也有就是接受針灸 然後吃過中藥 對 然後跟中醫師聊過之後 覺得我對這方面還沒有興趣的 所以你不會怕 不會怕被針嗎 被針或者是比如說現在葉子 你要針它 你敢嗎 現在不敢 以後學了應該就敢了 針我 針我 拜託 你不會怕嗎 我覺得應該只要準備充分的話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睡吧 妳以後要讓我針嗎 聽說針灸可以減肥吧 有 應該好像有吧 拜託了 不好意思 所以你是希望他趕快把中醫 針灸學好 然後能夠幫助你身材更苗條 當然可以是這樣是最好啊 那現在其實 剛剛才考完學測嘛 所以其實大家就好奇說 你在準備的過程當中 是怎麼準備的 我覺得應該每個高三生 就是應該都不例外 就是很認真的讀 背 寫題目 然後熟悉整個考試的一個 趨勢跟方向 然後這樣在真正臨場作答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那麼慌亂 所以威力呢 你覺得現在已經是 二年級的學生了嗎 還記得當初在考學測的時候 那時候心情是忐忑 還是覺得說駕輕就熟 應該是 我都有點忘記那時候的感覺 不過我只記得我那時候 很放鬆的去應付考試 那其實我也是覺得說 念書就是這樣子 平常有念就是有念 那到了考試的時候 你就是放鬆你的心情 然後努力去考 能做到怎樣就聽天有命 那你平常有念嗎 你說有念就是有念 那平常有沒有很認真 我要摸著我的良心腔 摸著你的良心腔 應該算有吧 找不到你有良心腔在哪裡嗎 所以你現在念東吳社會系 是你自己想要的嗎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要走傳播 我想要念的是大傳 那可是以前 如果對於百萬小學堂 非常熟悉的朋友 就知道我以前是以蔡英文之名 所以就是沒有符合 他們的英文能力 然後我就被刷掉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會去社會系是因為 後來在這種 山窮水盡已無路的狀態之下 突然發現了就是 社會系也是我非常喜歡 因為它是探討整個社會 然後跟人之間的互動 我非常喜歡跟人的互動 所以我就好像 黑暗中找到一盞明燈 那原本的明燈是什麼 你本來希望能夠念什麼系 應該是 我有點沒想到 應該是新聞 新聞喔 對 那時候是新聞 是因為想當主播還是想當記者 我覺得應該算是想當記者 喜歡重逢獻證的感覺 對 我喜歡走在第一線的感覺 那其實葉子呢 葉子也是台大戲劇系的 當初為什麼想要選戲劇 其實我以前就很喜歡看電視 就很喜歡看連續劇或什麼 當時就覺得說 如果能夠寫出這些故事很厲害 而且再加上就是 那個時候自己又很喜歡看書 然後就覺得說 如果能夠把這些樹裡面的東西 有一天能夠把它搬到舞台上去演 其實很厲害 然後再加上我高中的時候 我也玩社團 然後就是我們的社團活動 就是拍拍微電影 或是演演舞台劇之類的 然後玩著玩著就覺得說 那這一塊我真的很有興趣 我就想說去考戲劇系這樣子 所以高中就已經立定 你想要走表演這條路了 算是吧 那個時候社團很精實啦 聽說你很會說相聲 還可以 但是這幾年都荒廢掉了這樣子 所以要一個人表演 其實還有一點點 怕說表現得不好 那不過我現在想要臨時出一個考題 其實就是大家知道的 現在葉子它其實相聲是很厲害的 我們剛剛聽到它口條 也非常的清楚 那威力呢 它其實有個心願 它希望能夠當新聞記者 那我們現在可不可以現場 直接把台灣名人堂的攝影棚 當作是新聞的現場 台視新聞搬到這個攝影棚來 我們就請葉子來到我們的主播 威力就是我們的外場記者 我們來一段現場的即興考題 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立刻現場交給葉子 好的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今天的台視新聞 在八年多前有一個節目 台視的百萬小學堂 裡面的幾位小學生呢 明明是小學生 卻能夠對這些很困難的題目 硬答如流 讓許多人非常非常的驚訝 當年的口號選我選我 也成為大家非常非常耳熟 能詳的標語 那麼這些小學生呢 渡過那些青澀的年華之後 如今到底變成什麼樣子呢 讓我們交給記者威力 是的 謝謝葉子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到 台灣名人堂的現場 現在在我右手邊的是 八年前紅遍大街小巷的小西瓜 究竟當年的小西瓜 是否今天已經成為大西瓜了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嗨 大家好 我雖然過了這麼多年 但是我自認應該還是小西瓜吧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說我是大西瓜 是的 這段訪談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現在我們將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葉子 好的 謝謝威力記者 帶給我們非常非常精采的報導 那麼謝謝各位收看 今天的台式新聞 再見 好的 我們非常謝謝你們這一段 剛剛我們很緊張 第一次嘗試這樣子 有主播 有記者 談一下剛剛的心情吧 很緊張 而且剛剛會很擔心說 如果我講錯了 我一定會尷尬到爆炸 所以很怕 威力呢 剛剛好像手有點發抖 會緊張嗎 其實我非常緊張 因為小西瓜突然詞窮了一下 那我也會想 接下來到底應該要講什麼呢 所以你是怪到小西瓜身上嗎 我聽了他問題我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要我回答什麼 其實你們上小學堂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綽號 跟你們本名其實差很多 尤其是小西瓜 你剛剛還叫他大西瓜 好像小西瓜當時 為什麼叫小西瓜呢 因為我小學的時候 有參加球隊 然後進去球隊的時候 老師叫我們取一個綽號 對 然後當時候就有點不知道 綽號到底要取什麼 然後我忘記當時 好像是隊友還是老師吧 就說那你長那麼矮 你就叫小冬瓜好了 但是我覺得小冬瓜太難聽了 所以我就把它換成小西瓜了 所以是自己改的 同學也接受 聽起來很不像真的對不對 但它真的是真的 不過我聽到就是 好像之前威力都叫你 瓜姐跟瓜阿嬤 這樣會不會有點太巧鬼 會嗎 因為小西瓜剛剛其實也有說就是 它以前在百萬小學堂 開錄之前就是 都會翻一些金庸的武俠小說 其實當時我只是覺得說 因為我當時進去的時候是六年級 然後我就想說 連我都沒有在看這種武俠小說 然後你一個小小四年級的小妹妹 來看這種小說會不會太over了 然後我一開始原本是想說 叫瓜姐就好 然後就殊不知 她還是到後面越來越變本加厲 拿的那個書越來越誇張 然後就說那你乾脆叫瓜阿嬤好了 哪有這金庸是一個經典吧 我看應該不違過 應該是她沒看比較違過吧 不要這樣 我也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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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所以其實反正小西瓜女生 還看金庸的武俠小說 兩位男生都沒有看 因為我家有一整套 對 所以我就去問爸爸媽媽 就是他們最喜歡哪一套 然後他們就跟我推薦 社長英雄傳 我就就從社長英雄傳開始看 然後大概看了八成都看完了 所以你在考試的時候 國語特別好 國文特別好 對 國文算是有比較強的科目 所以請問兩位的 強項跟弱項是什麼 我們今天準備了首版 你們要先來拿起來 寫出你們最強項 跟最弱項的項目 因為其實當年 在百萬小學堂 在錄影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小學生的考題 在他們打來好像真的是 非常輕而易舉 可是很多大人都被考倒了 當時他們三位就是神救援 可是這樣當然也有很強項 也有很弱的項目 所以今天我們要特別 來請他們寫寫看 想想看當時在念國中高中 還有小學的時候 他們最強項跟最弱項是什麼 我們要先來看誰的呢 先來看葉子的好了 好 你的最強項跟最弱項 你自己講吧 我最強項是國文 雖然在瓜姐旁邊這樣講 好像有點太超過 但是這是我最擅長 然後最不擅長的是數學這樣 你還記得數學最差考過幾分嗎 最差考過幾分就是零分 零分什麼時候 就是高中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忙社團 有時候忙得每日每夜幹嘛 然後可能考試就是沒有辦法準備 然後就亂寫一通 就零分了這樣子 然後 對啊 就不太會寫 那這個成績敢拿回去給爸媽看嗎 不敢 那你怎麼做啊 裝死啊 就說 這邊考試 沒有沒有 那天老師很忙沒有考試這樣子 對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裝死了 那最後沒有被發現嗎 好像有被發現過 但是因為木已成舟嘛 對不對 考卷都放在這邊了 你也沒辦法把他寫成100分 所以就過去了這樣子 所以從來沒有考過100分的數學 高中之後沒有 高中之後沒有了 不過大家可能會不相信 你考上台大戲劇系 數學 戲劇系沒有那麼看重數學 對 所以我算是就是低空飛過他的標準這樣子 對 那小西瓜呢 你的最強項跟最弱項分別是什麼 我最強的是也是國文 然後最弱是物理 古文是因為你看了很多小說 對 我覺得因為可能看了很多小說 然後有一些也是古文的部分 所以在寫題目就是 或者是讀課文讀文文的時候 就會不會那麼生疏 對 那所以你最弱的項目是物理 對 我覺得就是理科應該是很多女生心裡的痛 我覺得你自己又是念理科的 對 但是因為我是 我個人認為 當然我還沒進去讀不知道 我認為中醫應該是比較偏背的 那物理應該 我是把它看成是 進到學校的一個門檻 所以就是高中這段時間 把我的物理拼起來就可以了 以後就不用管它了 那我一樣來問問看說 你說物理最弱 可是你74幾分 那物理最弱的最低分是幾分 我沒有記得 就是應該是因為考太查 所以就自動把它刪除在我的腦海裡了 對 那個不開心的事就讓它過去了 不會是80分你覺得很低吧 應該沒有應該更低 那威力呢 好 我最強的科目我覺得是社會 然後最弱的就是英文 社會 歷史 地理 還有公民 公民 公民與道德嗎 這是最強的項目 應該說是歷史 對 我歷史算是比較 稍微比較強一點 對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去 背這些東西 然後我也很喜歡聽一些歷史的故事 所以我對歷史是最有興趣的 那你有沒有最佩服是哪一位歷史人物 哪一位歷史人物 應該是 范仲淹吧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他以前 課本上就有寫 先天下之幽耳 由後天下之樂 跟你的個性相嗎 跟我的個性 我應該還沒有到那麼偉大 我應該是先天下之樂 可是沒有後天 我應該是剛好相反這樣子 那你覺得最弱的是英文 對 有鬧過什麼笑話嗎 應該是以前有一次去 一個頒獎典禮 那就是那個頒獎典禮 就是剛好拿到 我們拿到那個頒獎打開來 然後它那個獎項是英文 然後就恭喜得獎的是 是… 蝦姐 妳幫我唸一下 我自己都忘了這一段了 可是你們當初 一起去主持一個典禮嗎 對 當時好像是 是贖好吃 那就請你給朋友 就像我蝦姐 說完 說完 都是 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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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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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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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